今天教大家怎么给小猫包粽子 包粽子是为了给小猫去宠 防止跳岛跳到都不出事 这几只倒九秒是我们刚抓来的 它们一窝生活在别人家的院子里 其中还有一只是狮子猫 这个梨花猫是它们的妈妈 是新一代的小区生育机器 这是小区上一代的生育机器 一年生两窝 但被我终止了 在去年十一月份 被我送送了它一份豪华决套餐 现在它单身舞娃很潇洒 我们来的时候 妈妈妈正带着小猫在院子里面晒太阳 小曹想去偷袭它们 妈妈妈和几只小猫还略有警局 小曹一靠近就被发现了 唯有一只长毛小梨花心比较大 依然趴在椅子上睡觉 小曹不敢下手 被黄油手孔老师偷袭成功 长毛梨花睡着觉 一睁眼就进了麻袋 再睁眼已经在航空箱了 长毛小梨花短短一分钟的时间 懵逼了好几回 所以给它取名叫懵逼好几回 剩余的几只也没有怎么着脑子 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我放上一个笼子 就有一堆猫围上来 随后就抓到一只短猫小梨花 小梨花在笼子里面显得很强壮 但我说说它 它也不要人 猫得还是有一点的 所以我直接下手拿出来 所以就给它取名叫很强壮 然后再下上笼子 很快又进去了一只 四只小猫很快抓到了三只 猫妈妈见识不妙 把最后一只小白石子猫藏了起来 然后它躲到邻居家的院子里面不出来 我要想个办法把猫妈给抓了 我先在院子里撒上罐桶 给猫妈妈妈出来来吃 然后让孔老师搁着门扣它 猫妈妈专心吃换豆 丝毫没有意识到危险 孔老师一往下去 就把猫妈妈扣在了往下 但是是我瞎我看错了 并没有扣着 原来网络下去那一刻 猫妈妈跳起来跑了 随后我们去绿花袋里面 这里还有一屋 一堆小猫挤在了一起 这种绿花袋里面的猫更难抓 所以我只能下笼子 笼子刚下场就有几只围了上来 不到五分钟就抓到了一只 其余的都躲到绿花袋里面 这一窝相比另一窝 有脑子笼子抓到一只之后 其他猫就不再进去了 但架不住他们坦吃 我在外面接上猫条 头上有个黑的小白猫 就跑出来吃猫条 被我一网扣在了下面 这只小白猫童上有一条黑 非常的明显 所以给它取名叫一条黑 然后我拿着网继续埋伏 扣住了吗 继续埋伏 扣住这只是有一点幸运的 扣住后我确实有点得意 小猫则有点郁闷 所以给它取名叫有点得意 在这边抓到了三只 所以给猫妈妈三根猫条 扣住三只之后 我们又返回到原来的地方 长毛小狮子猫出来了 我照样在外面接上猫条 当小猫出来的时候 孔老师一把上去 把小狮子猫利落在南下 小狮子猫还没有反应过来 就已经在麻袋里面了 然后小狮子猫被我踢着脖子 它的手还捏着黄色孔老师的手 所以就该取名叫手捏黄油 这只猫妈妈被我抓到了四个孩子 所以我给它留下四根猫条 一个孩子换一个猫条 有着七只当道具足够了 要是再能有上一两只身上有跳蚤的 那就是最佳模特 没有想到七只小猫 个个身上爬满了跳蚤 都是最佳乡村内摩 所以我打算让这位小猫配合一下 出个包纵的教程 造福其他小猫 但它们和我谈条件 它们一直表示可以是可以 但是必须来根猫条 我想工资一根猫条也很划算 虽然我这一根猫条可以换一个小孩 但为了造福其他小猫 我也可以再通出上几根 我这窝窝一条啤啤猫条 配料简单通明 动物原料高达98% 特别添加了 飞鱼子QQ坦坦坦的 在小猫的胃脸上更低 这猫条足度有七种口味 一周七天不同样 还有鱼油猫条 猫草猫条 鲨鱼软骨素猫条 它们几个吃得很开心 干活也很卖力 心甘情的被包粽子 包粽子是驱虫的一个环节 首先要准备一只全身有跳蚤的猫 如果没有猫 去绿化袋里面抓一只 再准备上胶带 一张尿垫 首先给小猫喷上驱虫药 喷上驱虫药后 跳蚤受到刺激会乱跳 这个时候就需要把小猫给包上 如果是家样小猫 平时驱虫不用包起来 因为家样的小猫 大概率不会满身的跳蚤 而这种刚就来的流乱小猫 身上可能有几百上千只的跳蚤 需要把它们包起来20分钟左右 包好后再用脚带固定一下就可以了 所以你学费了吗 这两只小白猫吃了我的猫条 但没有当成道具 因为其他四只足够了 这种配备的买卖 我是不会干的